一名陈姓冷气技工 三个月前在一场工作意外中弄伤了左腿 由于腿伤迟迟无法痊愈 还可能会面临劫肢的命运 导致她这三个月来都无法工作 少了她的收入 一家五口的生活也顿时陷入困境 这一家人期盼善心人士能够捐助善款 协助她进行手术 恢复自力更生的能力 陈耀山是一名冷气技工 与妻子育有三名子女 身为一家之主的她三个月前 因为工作时从高楼摔下 导致她左腿严重受伤 在这三个月内 她前后在两家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不料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每况愈下 甚至可能面对劫肢的命运 由于三个月来她都无法工作 如今又仅靠妻子兼职保姆赚来的 九百令吉填补家用 因此一家五口的生活深陷困境 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 家中的两个孩子 顾不得学校考试将近 还是轮流翘课到医院照顾父亲 陈先生目前已经在马大医院留医 由于他伤口严重感染 现在细菌已经入侵股内 必须马上动手术以免情况再度恶化 但是她家庭收入单薄 妻子根本无法承担高达五万令吉的医药费 所以她唯有向马青求助 希望筹获医药费 她的那个 implant company就先了一个 quotation来 所有那些就是讲 她的那个package 那些那些plate 那些screw 那些是全部需要 4770零级 这个4770块 还没有包括 surgery fees 这个4770块 只是implant 第一个 surgery 那么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还要做多少个 surgery 还要什么implant 还是要什么drug 那些是完全很难estimate 因为那医生讲 要看她的那个病情的进展 马青也呼吁大众慷慨解囊 帮助陈先生一家早日脱离困境 有意捐款的民众 可以把钱汇款到以上户口 好让陈先生一家恢复以往的生活 NTV7实习记者林思怡采访报道